2021初婚人数跌破1200万人 这数据让人家润色的 其实就是不到600万吞儿 创了37年来的心理诱伤热搜了 也就是去年登记的4对里面 就1对是2婚或者以上 关于结婚 以前我们说过太多次了 今天斗胆来4个预测 各个精心 第一呢 初婚不到600万吞儿 有可能是未来20年最高输 因为试婚人口技术在逐年的下降 结婚成本不仅仅是金钱成本 在逐年的走高 第二呢 2021软肋 那个新生儿数1062万 也非常有可能成为未来20年的最高数 可能至少30%的95后 06后即以后终身不婚且无孩 其实还是80后好 80后传统嘛 所以主流媒体应该称的 三年内80后还有能力升大力上宣传 第三呢 你就丢掉幻想吧 如果你是80后或者以后 你延迟退休的概率为100% 想想为啥官方那么着急推 个人要的金账户呢 第四所有跟结婚生子有关的行业 从婴幼儿奶粉同装到幼儿园学校到房子都将逐渐的收缩 这中间只有反弹绝无反转 除非这些行业海外有人接盘 当然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你看未来10年大学毕业生是01到10年生人 就是00后吧 这一时期出生人口数还没有太拉垮 所以未来10年每年 大学生毕业数依然不会低于1000万人 各位8年后90后好好锻炼身体吧 反正我的愿望就是活的长一点 死的快一点 不要忘记关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